夏总 听说 无限的副本项目要启动了 您要在公司还选idea 是真的吗 什么意思啊 其实我最近 一直有在进修策划的课程 我对这个项目特别感兴趣 我已经拟了一个方案出稿 一定要用这种偶像剧的姿势救我吗 你都不看路的吗 谢谢夏总 谢谢 接下来该不会要告白了吧 你可是我可遇不可求的小幸运 我当然会补惜一切的 保护好你了 夏总 你谈过恋爱吗 您这不是您这过吗 赐不料 我谈谈恋爱跟我工作有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这游戏很容易翻拼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时间 全部拿出来到这个游戏上 我觉得 想要做游戏副门的内容 首先第二个男人可跟男人 好了 有啊 密码错误 那这行运密码是什么来着 三七三二 密码错误 行运三七三二五八 对对对就是这个 三七三二五八 谢谢 谢谢 夏总 她干什么去了 她 她身体不舒服 所以先回家了 对了 公司制度是怎么规定 上班代人打卡的 扣当月奖金 别别 夏总 夏不为力 改成扣年终奖 不不不 行运去相亲了 是她妈妈托她表姐 给她介绍的在银行工作的 青年才俊 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了 夏总 你千万别坑我的年终奖 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相亲 她还真的去了 行程大小姐 你都唠叨了一路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答应来相亲 纯粹是为了 工作 你就是行运吧 你好 我是楚男 你好 想喝点什么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买 我们正式介绍一下吧 我叫楚男 南木的男 我叫行运 运气的运 很好听 谢谢 你就是本地人 你呢 我祖籍是四川 四川盛产金丝南木 你知道吗 我爷爷是四川人 他是个木匠 所以他才给我取的这个名字 挺好听的名字 你还是第一个听到我的名字 是这种反应的人 为什么 那别人都是什么反应啊 你还是别知道了 嗯 不过我很喜欢你的反应 行程应该跟你介绍过我的情况吧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 所以相亲对于我来说 是最直接 简单 有效的方式 你呢 这么年轻 怎么会想到相亲啊 我啊 我也是因为工作 太忙了 跟你一样 想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我平时喜欢看动漫 你 你还真的是同心未敏啊 你 你喜欢什么 足球吧 足球 那我还真看不出来 喜欢看 其实我平时还是很喜欢旅游的 你喜欢吗 你还是接吧 你不用考虑啊 对方应该有急事找你 哎 不好意思啊 是我老板 可能真的比较急 你居然敢挂我电话 夏总 您有什么事吗 回来改CG 啊 可是 我一会儿再过去可以吗 没时间了 您这么着急啊 那我等我这边忙完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就跟我回来 数据策划等着呢 好的 我知道了 先答应下来再说 反正能拖多久是多久 最多给你十分钟 知道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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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